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新赛季一甲首轮的一场较量,萨索洛主场迎战国际米兰。 在这个夏天,国际米兰的演员力度相当大,本场国际米兰主帅斯帕莱蒂排出了这样的首发阵容,汉达诺维奇、达尔伯特、米兰达、德弗赖、丹布罗西奥、布罗佐维奇、贝西诺、阿萨莫阿、老塔罗马丁内斯、波利坦诺、伊卡尔迪,其中后卫德弗赖、中场球员阿萨莫阿、前锋老塔罗马丁内斯军,是今夏加盟的心员。 而在萨索洛这边,今夏加盟的凯伦伯阿腾本场首发,曾在AC米兰有过不俗表现的凯伯伯阿腾,近几年先后效力过沙尔克零四、拉斯帕尔马斯、法兰克福。 在今年夏天,他又回到了一甲赛场,加盟了萨索洛,在本场比赛进行到第27分钟时,国际米兰后卫米兰达送点,萨索洛前锋贝拉尔迪将点球罚进,这力进球也成为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。 今夏引人力度巨大的国际米兰没能迎来渴望的新赛季连赛开门红,几位新员仍需继续与全队磨合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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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